你看除了我们刚才说自学直考 自学直考什么概念 就说你自个儿学也行 不去上驾校学 只要你认为学好了 你好 你到那个交管部门组织考试去 你考过去就跟你驾驶执照 就你又不知道上驾校 去不去都行 这是一个明显的改革 这一下子把这个环节切断了 那么驾校就无法成为垄断的卖方市场 再第二个呢 他说到自主预约考试 就是我这边学完了呢 我可以跟那个车管所预约 我哪天就参加考试去 这样你就可以合理安排时间 你不像原来在驾校里边 考试都得他给你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考什么时候考 有时候呢 你不打点道了呢 迟迟不给你安排比试 安排完比试不让你上车 你上车完之后不安排考试 你没招你可能就害得送领 所以这自主预约呢 实现了呢 买方和最终发放证件这一方 直接的对接 这叫自主预约考试 还有一个异地考试 异地考试 这个我认为特别合理 就是说你看 假如说北京 考车本的人特别多 那么离北京很近的 咱假如说廊坊啊 河北一些 就是苍州啊 人家那个考车本人不多 那好 我北京车主 我上那考试的 只要我在那通过了 这边一样给我发假照 所以这三条改革措施 那么最快的自学指考 有可能从今天七月份 就开始推进 这可以说都是抓住了 那么眼下架考市场的 一些弊端的命门 那么我们现在说 这个自学考试 是不是说这个指考 就像 说这措施一般不 大家都可以欢欠鼓舞的 不上家校去了 还不是那样 因为虽然道路安全交通法 没有规定 必须到驾校去 但是它对于练车过程 它有个规定 现在咱们的道路安全交通法 里明确规定了 你要学车 必须在公安机关 指定的道路和时间点上 就是你不是什么道 你都能上的 你必须公安机关指定的 这你可以学车 在时间 不是说你是早高峰 晚高峰 你都能学 这公安机关也给指定时间 指定的道路和时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必须有教练车 你不能是你开着 你自己是新买个私家车 我就去 这不行 第三个车上必须有教练员 就你不是一人练 你得有教练员 坐副驾驶那帮你忙 指导你练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看 眼下推行自学指考 有很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 咱们一条条说 首先一个指定的道路和时间 这一块 就是我们练车 到底在哪个地方练 为什么很多人必须得到驾校 驾校有练车的场地 那么公共道路 你想找个练车的地方 很困难 你说早高峰 晚会不能让你练 白天可能很难 那你后边也练一下 你还睡不睡觉了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很难 再一个道路本身 指定的道路 那可能就是郊区某一个地方 很偏的地方 咱们现在说公共道路 能让你练车的地方 少儿又少 美国是什么方式 往往圈出一块广场来 专门供你练车 亲近朋友 谁来帮你练都行 所以这又是 给你指定这个地方 往往会给咱带来很大的不变 所以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 我们说这教练车 教练车是什么概念 你比方我们那个驾校 开那教练车 你从后边很远 你就能看到 这是教练车 就像类似我们这个 有时候新车上路 后边写个走河 或者后边很含须写大龄女司机 意思我刚学车 我素人挺大 这种标志让大家知道 这是新上道的车 在练习的车 再一个呢 所有教练车都有个特点 叫副驾刹车 就是副驾驶那个位置上啊 能有刹车的功 就是你在这练的 万一前面 哎呦坏了 这前面又有车撞上 你赶紧去踩刹车 结果你容易 一挡以上不会挂 刹车油门分不清 一招荒在踩油门 这不坏了吗 哎这时候副驾驶位置上 坐教练员的 插插一条刹车 给你踩出来 副驾刹车 所谓的要求 必须是教练车 主要是指 这车上得有副驾刹车装置 在国外很多 用私家车学车的人 主动的在车上 安一个副驾刹车 这个装置并不贵 任何私家车都可以安 你只安上就可以 所以我说这一块 咱们必须有配套设施跟上 在教练车上 在第三个必须有教练 这个教练呢 驾校倒是正规教练 但是咱们现在社会上呢 有很多人呢 可以教你学车 那就存在一个 教练资格认定的问题 你看澳大利亚 在这方面 资格认定很好 就是只要是驾照 在三年五年 三年以上五年以上 它不同时期 有不同规定啊 比方说驾照 你拿到驾照五年以上了 你就可以当教练 它如果这么规定的话 那你说你身边 能教你开车的人 不多了去了吗 所以如果你强制非得说必须有教练员 那这教练员资格怎么认定 拿到五年车本以上了 就可以 或者说 你说这不一定是亲戚朋友 可能社会人 就像咱们现在说找个陪价的 哎 节假日帮你练车的 咱可以有准确资格考试吗 然后给私人这样的资格 你看在香港 香港学车的主流是什么的 你买了车之后 安上附加刹车 然后请一个私人教练 有时候这私人教练呢 带一个有附加刹车的车 陪你练 这私人教练是要通过资格考试的 所以说这个市场 要放开了的话 有利于平衡现在的竞争 有利于打破家乡垄断 自学指考除以上几处难点外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自学者驾驶私家车上路 即为无证驾驶 将会被处以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不仅如此 自学者无证上路 万一发生交通事故 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车主也要付连带赔偿责任 即使车辆有保险 但因为属于无证驾驶 此时发生的事故 保险公司可能也会因此拒排疫 所以现在改革措施是好的 必须得有配套的东西跟上